第四题的部分 第四题部分的话就是在 设定表格的右方储存格 宽度为460 然后对齐方式的话 靠左对齐 OK 那这边的话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找到这个表格 那表格的话在这个地方 460实际上这边中间一条线 它要我们怎么样呢 设定这个右边的储存格的宽度 右边储存格是这一边 宽度呢 其实主要是把这一条线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呢 就会有一个数字出现 各位可以看一下 右边在这里 460 对不对 这边就是三个 实际上它整个宽度是多少呢 就是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就是780 那你会想说 那它为什么会刚好是700 应该780 实际上一般网页在设定的时候呢 它会预设 就是说呢 你使用者 它的那个荧幕解析度 大概是多少 那一般的话呢 它可能预设就是 你的荧幕解析度呢 就是800 乘600 这个是比较一般的啦 不过现在800乘600的解析度 会发现呢 你的网页太小了 所以通常会什么 用更大 1024乘768 所以如果你是1024的话 那你的宽度 可能就要留个边 比如说它左右各留10嘛 对不对 因为它780 左右再加10的话 那就会刚好800 有没有 800 那高度的话呢 就是600 所以它 在一般的那种 小型电脑上面看 会刚好是OK的 可是 萤幕比较大的电脑上面看 就会变得有点点小 OK 那不过这个设计 大概没有办法完全符合每一台电脑 它是取一个大概的纸 中间纸 OK 那我们完成这个第四题 再来的话 对齐方式 所以左边的部分 对齐方式 这个地方有个对齐方式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 在 有没有放在右边的储存格里面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下方会有一个储存格的对齐方式 有没有 这个地方下方 储存格 这个就是一个储存格 下方储存格 里面的话呢 这边就是 预设的对齐方式 它要我们怎样呢 这个是靠左对齐 所以这边的话 请你选择靠左对齐 OK 所以这个地方要做 储存格的那个 靠左对齐一下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背景图的部分呢 背景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请你找到 背景的 这边有个背景颜色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如果要背景图的话 背景颜色 背景图 背景图在 这个地方它没有一个背景颜色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 这边有个按钮 特别注意 就是编辑它的规则 你如果要在这个后面加上背景 加上一个王建民的图的话 记得就是在这个地方 编辑规则 编辑规则里面就会跳出一个背景 这个规则是针对什么 针对我们现在选的这个储存格 那这边就有个叫做 Background image的一个标签 然后把它浏览一下 找到那个王建民的这个图档 你会发现它就是刚好在这个储存格 它做的大小就刚好是460 高度刚好就是240的一个图 然后你用Photoshop先做出来之后 再来做 然后这边的话呢 直接按一个套用或按确定就可以 那王建民的图就出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呢 将来你们在制作图档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做一张图 460240 然后就直接这边就有一个图像 当然你可以把自己的照片做一些处理也可以啦 那表格里面就会 旁边就会多一个 你的一个样子出来 OK 那这边的话呢 就可以做出这个 第4 4的部分 那不过当然 这个题目里面有要求 就是要做那个TD格式的设定 不过这个 这个当然 如果你要TD格式里面设定呢 你当然你必须要知道说呢 他刚刚到底做了什么 实际上就是加了这一个标签 不过这个地方 对各位来说还是太困难了 所以我建议各位还是直接就从设计里面 特别注意要编辑规则里面 找到背景 直接给他一个图档 Background的image就OK了 好那再来的话呢 第4第5的话 然后编辑这个文字的部分 王建民 新增行列样式 那其实跟Word差不多 这部分的话 你就把它选拳 那这个字里面呢 他要求怎么样 要做一个动作 首先的话呢 他要我们做什么 新增行列样式 然后要标开体 24出体 加上一个蓝色的字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请各位 先在这边找到新增行列样式这个地方 在CSS 那所谓新增行列样式就是说呢 他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CSS CSS实际上就是排版 版型的部分要增加一个样式 OK 好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新增CSS的样式 那并且记得把这个字选取起来 那它的字呢 字型预设是要什么呢 要标开体 所以基本上原来应该是没有标开体的 我刚刚有把它加上去 那你如果没有标开体 要编辑你的字型 把那个标开体先加进来 这边有个加进来 跟上一题一样 加进来之后 按确定之后的话 选取它的状态呢 把它选择标开体 OK 它是标开体的 再来的话呢 要什么呢 字大小要24 所以这边的话呢 大小24 24pt 所以这边要改成pt 它原来是px 要把它改成pt OK 那初题 再来 初题就b嘛 再来的话颜色 颜色部分的话呢 就是红色的字 不跟着一下 应该蓝色的字 那它要求是00f 其实你也可以自己打仗 00f的话也是OK的 那或者六位数跟三位数都可以 只是总颜色数不一样而已 OK 00f 好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第五题的部分 那再来第六题部分呢 是编辑什么 第五题 就是编辑王建民 那第六题呢 就是编辑什么呢 这个王建民的英文名字 英文名字 它要也是一样新增一个行为样子 所以跟刚刚那个部分是一样 字体的话一定要是这一个 不过这个的话预设是不会显示出来 你还是要把它跟标开的一样加进来 那16 鞋体 颜色一样是蓝色的 所以呢 流程上面跟刚刚是一样的 那第一个也把它选取 再来的话新增行为样式 再来的话 这个字型如果没有出现的话 你就编辑 编辑一下呢 找一下在上面 那我建议你干脆按一个A的 为什么 因为你按一个A 它是A开头的 自动会出现 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呢 请你把它选择起来 就是这一个 A开头这一个 这一个 OK 好 选到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字的大小是16PT 记得是把它改 PT 16PT 然后呢 鞋体 I的部分 颜色的话一样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设定出 我们要的这一个 更正一下 应该是 这边 应该设定错了 这个是已经 这个是设定到 那个什么呢 这个储存格 应该在这个地方才对 应该是 这个才是字型的颜色 所以最后看到的话呢 应该要怎么样呢 应该要是 上面的部分 而不是下面的部分 这边有没有 字的颜色 不是储存格颜色 所以 紧 零零 F 按个Enter OK 那你最后看到 一定是 这两个 中文和英文的名字呢 都要是蓝色的字 才会是正确的 所以这部分 4到6的部分 我想各位 试试看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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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